那么六道里面都是苦的 所以佛教他先讲苦 而人间大部分都是苦的 少部分人 所以苦的人特别多 像韩国语讲的 苦其所苦 韩国语他讲苦其所苦 不要忘掉世间上苦的人特别多 苦的痛苦的人特别多 等等这世界上痛苦的人真的是很多的 有的是所谓的外形的苦 什么叫外形的苦呢 没有钱 住的不安宁 没有家 没有钱 都是苦 身上有病 都是苦 这是身体的苦 一种是外形的苦 环境的苦 一个是自己身体的苦 身体有病 四肢不前 或者脑本身出了问题 很多种疾病都让你受苦 另外呢 还有内在的 里面的内苦 外苦 内苦 深苦 种种的苦 所谓生老病死 这个求不得的苦 验真慧的苦 这些苦 这有八苦 爱别离 验真慧 这个求不得 还有五因之苦 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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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产生的痛苦 所以人间苦的人很多 佛教从苦出发 然后 他要怎么样子呢 他必须要把 人间的苦除掉 这是一种智慧 要把苦给他灭掉 苦给他灭掉 怎么把苦灭掉呢 也有用有形的方法 像勾财天女士 用有形的方法 去灭掉外在的苦 另外还有更高的 这个灭掉苦的方法 你既然认知了 世间的一切 都是无所得 你就能够超越 得到心灵上的 本身的快乐 所以今天所讲的 就是说 勾财天女 是一种方便的方法 到时候 你跟勾财天女相应了 你的智慧增长 你就懂得 心灵上的安乐 你得到了心灵上的安乐 外在的苦 通通都会没有 都会没有 你认知了本身的佛性 已经认知了 你身上的佛性 而且你见证到了佛性以后 外在的苦 全部都会消失掉 一些烦恼 一些苦 全部都会消失掉 你就回归到本然 原来的本言 你从哪里来 又回到哪里去 不会再六道轮回 这个是真正的佛教 谢谢您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